哈喽大家好我是雷哥 玩了一段时间的王牌战士 最近终于有钱去买新战士 这是有钻石了嘛 这个新战士叫做封魔忍者 这个游戏出战士的速度太快了 这个新战士还没上线几天 又有新的好几个战士上线 没办法 我先想想要这个女战士长得比较好看 拿到新战士肯定要去实战一把吧 下面就一起来看看我这个封魔战士的 那个技术如何吧 这个战士的武器也是不需要换子弹的 它是靠飞镖 它的技能是一个分身 分身出去如果第二段的话 就可以直接位移的 这个相当不错 有的时候就可以靠两个位移距离来玩套路 这边先拿一个人头啪啪啪 抢瘦一个人头还是挺爽的 但这个战士也是有一个缺点 它的攻击速度太慢 威力好像还是不错的 就飞的速度太慢 还没把人打死自己就已经被人打残了 而且这个战士的攻击距离还是有限的 刚才有显示太远距离就打不到多少伤害 然后这个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抢人头 但被抢到 这个战士的大招也是丢一个分身出来 然后它会不停的耍飞镖 这个大招的话它也是有距离的 如果距离太远的话它也是没有多少伤害 这个战士用来暗杀还是挺不错 而且它的分身往前冲的话也会抢人头的 就是被它冲撞到的人也会有伤害 然后对方打它的分身反而没有伤害 这是这个战士的一个亮点之处吧 个人觉得花880转子买这个战士还是挺值得的 毕竟它的分身很好用 瞬间位移 然后还能去诱敌 这还是挺好玩的 最后还用这个战士获得的胜利 其实还是挺好玩的 不停的用分身去骗人 然后或者来一个位移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局的战绩 还是表现不错的 七个人头 准备 不好 好 好 什么 牛